狗不吃狗粮了怎么办 狗不吃狗粮了怎么办 那先反问一句 它不吃狗粮它吃啥呢 它总会有一个东西在吃 也许是你喂的肉 也许是你给它吃的零食 那么这些都要去停掉 因为这些东西好吃啊 虽然不健康 但是味儿绝对够 所以因为有了这些东西 所以它们更会去选择 吃这些零食而不是狗粮 所以一定要停掉 停掉之后 还要塑证它的一个饮食习惯 狗粮不吃放在那边随便想吃 因为它会有个依赖感 我白天不吃 晚上了实在没有人喂我零食 那我再去吃虚口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依赖性 所以吃狗粮一定要定时 我们每天就给它喂两次 每次只在那边放半个小时 你不吃我就给它倒掉 空碗在那也没有零食 久而久之 它一定会把自己的饮食习惯 调整得非常好 这样胃肠到的刺激也比较小 而零食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个星期喂一两次 或者两三次足矣 天天喂 零食就不称之为零食 小贴士 狗不吃狗粮了 可能是你给它吃了肉或者零食 应该先把这些东西给停掉 然后还要改正它的饮食习惯 给它吃狗粮一定要定时 每天喂养两次 每次只放半个小时 不吃就直接倒掉 没有零食吃 慢慢就会养成好的饮食习惯 你看这片尾银子